大家好,今天继续讲解日本汉方家大众讲解的一案 今天这个一案的名字是内风湿性关节炎 60岁男性,呈肌肉骨骼干练的体型 生来健康,不知道患病是何滋味 但从一年多前开始出现了四肢关节疼痛 初诊为1958年9月16日 现在主要症状为左右膝关节疼痛,左侧更厉害 数日前,左侧膝关节注射治疗 现在局部严重肿胀,疼痛反而加重了 另外有时候脚外怀也有疼痛感 脉伏而紧张,腹部肌肉弹性良好 复制肌也轻度紧张 大众投医了一亿人汤加陶人防脊各三克 15天要量 该患者于9月22日的新颖这样报告了病情 18号回老家以来 每天服用手给药物,感觉非常好 快走一公里左右也没有感觉到疼痛 非常感谢 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朋友时 他们一定要我把他们介绍到您这里治疗 敬请关照